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仓什么 葬身 葬身福勃还是宿在未愁 谢谢 写出第三个节吧 其实我们生生世生每一次都是 宿在未愁 葬爱身主 葬身福勃 我们能遇到佛法也谈不上福勃 因为在地球上 作为人力的话 就是佛法难稳 有时候你如果真的能 只是我们现在太容易闻到了 但不一定 很多人闻到 不一定能够真的修正佛法 不一定能够学佛的 其实在地球上 其实在人里很多 假如我们70亿人口 真正能学习 闻到佛法第一地的人并不多 你以为 就是很多人只听电 也跟没听见一样 就过去了 其实没有真正修行 如果尤其在目前这个时刻 真正能够念圣佛号的 真正修行的 你这还在拥有 找老师或者这些 其实都是生生世世修行过的 这个是福报很大的 因为一个是清福 一个是魂福 我们魂福就是人世间的名利情 就是拥有就很有钱 很有权势 心想事成 就是满足欲望的 这叫魂福 吃喝玩乐的 清福就是你能在 一个人待着的时候 清修的时候 或者一个人不孤独不寂寞 能够求取真理 这个其实是清福来的 这个福报也蛮大的 这个其实对人力 欲望深重的人力来说 其实有时候 清福不难 不会想清福 就是说清福不好想 就有时候不愿意想清福 因为魂福满足所有的 野耳鼻舌生意的欲望 吃好吃的 吃好吃的 看好看的 闻好听的 等等娱乐啊 什么这些 但是清福就会 清静啊 修炼啊 这些都属于清福 所以你福报挺大的 障碍深重 这个肯定深重了 因为佛说 我们现在 本来是佛 现在活成众生 就是一位 理事二藏嘛 所谈嘛 就是一个是在理上 你有人道的认知角度 就是老是放不下 人世间那些知见 因为你要出人道 站在三界六道 你人道 就算你多有理 我们就是得理不饶人嘛 你多有理 你站在佛学第一地 这你都错 就算你 你是黑白的 说难道我能黑白颠倒吗 佛学修学佛法的人 也不是说我就黑白颠倒 是你要出人道 黑白这种事先放一放啊 就是说你一定要说 一期又是 说我又要出六道 我又要行侠造义 我又要在这个世界 打包不皮 我要做 宰生你修行 你先放一放 这个世界 但真的是遇到这件事了 你再说 在没遇到的时候 你不要在脑子里 脑挂着这个世界是六道 三恶道 有三恶道 这个世界是邪恶的 说人性是邪恶的 还是善良的 真正考虑这些事 是吧 现在我们坐在这 吃饱穿暖 然后正在享受散报的时候 你脑子里直接 全是这个世界的 沉重快空 生老病神 你计划这些干什么 是吧 然后 这个都是因为我们理账 有理账 就是在道理上 学了很多道理 认为应该怎么样 不应该怎么样 是这样 不是这样 就算是我们没有事 还在这乱想 带着你过去的经验 带着未来的恐惧 在这嘀咕 整天嘀咕 这就是理账嘛 还有四账 这四勺透不过 别说在生老病死 透得过了 在这个世界的 芝麻大人 小四勺都透不过 一个苹果都透不过 是吧 苹果放在这臭了 可以 但是呢 别人拿走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 那我的 是吧 放在你家臭了 也是臭了嘛 那我的 没吃臭了嘛 但是你拿 也不是舍不得 但是都说出理由来 你凭什么 我又拿这个苹果 是吧 这理账四账都不行吗 就是你没有把这个世界 真的看成一场游戏 就是佛祖说了 这个世界 在修行人眼里 这个世界三维世界 这个世界是个梦幻泡影 只是说在修行人眼里 你要是好好做人 那在人眼里 四非黑白 点点分清楚 但是你要说 修佛法 这个理账四账 这两个障碍 你慢慢要破镜的 你不能把它教证 你不能在这个世界教证 你真的是 佛菩萨是最后了知空性 游戏必尽空 但是表面上教证 其实他心里边 已经正如新人卦爱的境界 他不认识 不会教证的 他不会说 这一定是白的 那一定是黑的 是吧 他都是有因果的 他之所以白 也是诸原剧组了 有因缘 有因果白了 他之所以黑 也是诸原剧组 有因果 有因缘剧组了 黑 你看不见音乐 看不见因果 你就直接 在心里记着那个黑 记着那个白 是毫无意义的 只是折磨自己 是吧 就是二藏所才 不能正果 这就是 障碍 不是说是 你上辈子做了什么坏事 那些一般 障碍说你 就约亲在主 是吧 但最重要是 你头脑中理照 事照未尽 自己在道理上 认知上 没有尽 比如我一直说 你睁开眼就看见 生老病死 那为什么人家 佛睁开眼就是 藏了我尽呢 你睁开眼就 你头脑就老是 有这个程序 就像我们手机电脑 你就编上了 这个程序 你就认为 这个世界 就是这样的 我就是快死了 我就是老了 我就是快死了 我就是没力气了 这是你想的 这是你不停的 就这样想 是吧 然后起来 也真的没力气了 是吧 你那个心又不会老 是吧 佛说你本性又不老 不动啊 本性一直在那 是吧 不生不灭 不动不老 本性 就是 你动的这个 是个假象 你生面的是个假象 否则我们怎么能正果呢 正个不生不灭的 涅槃境界 因为里边有个 不生不灭的在这 这个生面的是个假象 但是这个不是说 我们把这个生面的 这个肉体啊 是个假的嘛 这是生生面面 生生面面嘛 他过两天 他可能未来就死了 或者又投胎 又重新来过 不断地变化 其实生死是个变化 修行人看生死 就是看一个 对死亡就是重生嘛 就是个变化 变数不停地在变 你这一世的肉体消失了 变成下一世的肉体 就是身体嘛 你这个我不会消失的 这样变来变去 但变来变去 这个是个假象 你知道佛说 这个四大皆苦嘛 这是个变来变去的 这个永远是假的 不管你变成天人 还是修罗 还是恶鬼 还是地狱道 都是个假的 但是你 你永远找不到 那个真的的时候 你这个假的 老是在这假来的受苦嘛 这个假的 但你老爸自己认为 这是个假的受苦 但是这个 但是我们要是看到 那个本真 就是本来的真物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假的 扔掉就能看到 不是的 这个假我像个什么 像海水 就是假如说本来是大海的话 这个假我就是海浪 而且是他这个海浪是把所有的大海水一起起来了 所以当这个 你要是想找到这个 我把这个海水停下来嘛 停下来 然后转化了以后 就离遭四遭出境了 你就是找到了本来的大海 你现在在海浪里边不知道嘛 每天在海浪就是生命的话 海浪起来肯定会下来嘛 起来下来嘛 你生生世世 我们就是这样的 但你本性不会 你本性蛮有福报的 也不会 也是佛根器 大家都是佛根器 是吧 也没有什么树寨要筹 本性 如果你要说生生世世 筹树寨的话 那筹不完的 那你还 啥时候把生生世世 可能无量解啊 你要一丝一丝算的话 那你怎么还完了 是吧 还不完 其实正物空性 正物空性 你倒是要出境 只要你在红尘里边 在时空里边 就是在生象上 好像在英国里边怀抱 但心持不受 你的心已经圆绝了 他不会受英国报应 没有这些事 心里边 你的本觉里边 无息无下 无息无下 没有下 谁在受啊 是吧 有个你才受报嘛 没有你谁在受报 但是你是个假象嘛 现在你这个 这个我是个假象 但这个是需要正德才知道 咱不说这些了 就是说 我现在当你第三个问题 是说 福不博 是吧 我就说福 福得 因为你在 因为听闻佛法 这个福得很大的 障碍都有 生生世世都有 在你没原症之前 障碍肯定有 叫理事二障嘛 叫祸业 就是迷惑嘛 因为我们无名 所以不断地 在理事二章里边纠缠 所以不能正果 树寨是仇不尽的 除非你正果 除非你解脱开悟 就是这个 心思散乱不能专一 念佛大声念 气力不足 那你就小声念吧 所以小声念 有红尘现代 欢喜的念 既不大声也不小声 你就把这个大声小声 扔到一边 欢欢喜喜念佛 因为我们都是 你理解了 我去念佛 是求佛来救度 你忘记了 你完全把自己 依赖到别人那儿的话 你会很迷茫的 你觉得 哎呀 阿弥陀佛也看不见 是吗 念念就现代了 欢喜的 你阿弥陀佛 当这四个字 一在你这展开的时候 极乐世界 已经在这了 知道吧 阿弥陀佛就代表 极乐世界 欢喜的 看见这四个字 就看见了极乐世界 看见这四个字 看见了阿弥陀佛 欢欢喜喜 你不会看见这 你肯定能看见这四个字 看不见 你看不见 说黄金铺地 看不见宝树成行 看不见 莲花功德水变持 你也能看见阿弥陀佛吗 四个字 看见他 把他写在这 写在阿弥陀佛大大的 看见这四个字 就是极乐世界 记住着 而且很欢喜 就是很欢喜 代表你的很深的意愿 你要去极乐世界 你就不 既不大声也不小声 把大声小声 这两个 这两个见底放一遍 你管 你不要管自己 是大声小声 想大声一下 小声一下 小声一下 大声小声一遍 然后没声也可以 就看着这四个字 这就是极乐世界 管它是那四个字 你拿黑笔鞋 黄笔鞋 黄笔鞋 蓝笔鞋 它是放金光 还是蓝光 它是放 那就是极乐世界 在我们心里边 极乐世界是有时空的 因为你对事件的理解 是方位个时间 那四个字就是 你知道吧 你去了 随心所谢 那极乐世界 当然说 阿弥陀佛里边有 是什么样的 你先不要管那些 那四个字就是 因为你在这个世界 你能看见的 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 你能见到的 就这四个字 而且你能 还有你能够 看到的 就是阿弥陀佛的佛像 但是你对佛像 可能有的人 对佛像很有感受 就是说 看见佛像 他就心生欢喜 那你就把佛像 也牵在墙上 对着佛像里 如果你对佛像 没有感觉 对相片这个事情 感应不明显 就看字 就听这四个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断的 每一个字都在放光 每一个字都是阿弥陀佛在那 因为佛是无形无相的 他可能是阴流 他也可能是智 他无形无相 他可能就是这四个字 他就来了吗 你不会念吗 你知道 你听闻到这四个字 多有福报吗 你要欢喜地坐在那 觉得 哎呀 你看 我竟然在这个世界上 我在这个世界上 我活了五六十岁 我也没为这个世界付出什么 生生世世的夜暴也未了 而且我现在还多病 还没力气 但是我竟然知道这四个字 这有多大的福报啊 你要这样想 你就很欢喜 你知道了 即使在我愁苦的时候 病的时候 或者是我要往生的时候 我生世这轮回解脱有貌了 而且我可以在极乐世界成佛啊 你要知道 这四个字的意义很大的 你可以拿着这四个字 去极乐世界成道啊 不比这个世界考上状元的那个 你拿着这四个字 你能考状元 等于是你拿到这四个字 等于是说状元没跑了 就这四个字就够了 你印在心里就够了 哪怕你心里 不念呢 它就在你身心里边 它不断地 不断地凶然让着四个字 别人看不见 四个字肯定能看 欢喜地念 不要大声 不要小声 要欢喜 知道吧 现在就行 欢喜 我欢喜地 看到了四个字 够了知道吧 就你现在的状态就够了 你甚至不需要念 念出来 心里面很欢喜 极乐世界就在这 跟你同在 你念的时候 它就跟你同在 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跟你同在 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跟你同在 阿弥陀佛 它就在那 你不走的时候 你就能坐在极乐世界 何况你还 瓦身的时候 哇 满天放光了 知道吗 情绪低层多 有空来日无多 你这样想来日无多 无力自拔 道业难成 你还不多用啊 你这不都是多有 低层 你想多了 想没想对 你不知道你拥有了什么 你不知道 我们总是 我们又有一个苹果 我们知道我们又有了 但是又有阿弥陀佛 你不知道 它的意义 太容易念了 太容易等 而且这么多年 很多人在念的时候 都是在 好像阿弥陀佛 成了个救命 就像我们喊救命的 救命啊 救命啊 就是这 你不能以喊救命的 那救命你 肯定是溺死了嘛 那说明你很恐 你看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不能那样念 要坐在这 阿弥陀佛 哇 我已经坐在极乐世界 要这样子想 所以阿弥陀佛跟你同在 就硬在心 你就这样想就够了 我告诉你说 念不念 你心里边有那个心声 阿弥陀佛会听见 你心里有阿弥陀佛 四个字 这个跟你的生命同在 阿弥陀佛 不是一个人 他是个世界 他也是一个佛 他代表着很多意义 都在那四个字里边 代表你的欢喜 代表你的福德 代表你很多东西 知道吧 代表你未来能证果 代表你将来能成道 你还不欢喜啊 这四个字 包含这么多意义 你还不知 你还 你还伤心啥 这都缺有了 这四个字可厉害了 我告诉你 你要混这四个字 缺有了 你这三条圈的打成 真的 你相信 你不需要 你一定要专一的 你只要欢喜 你一定会专注 你不欢喜 肯定不专注 那么难受 还能专注 哎呀我老了 哎呀我这样子 你要行吗 哎呀我大声量 力气不够 我小声量 哎呀我又昏沉了 这样行吗 你堵是移移移 这能 这个肯定不行了 但是欢喜谁也会 欢欢喜喜 但是这是了解了 那四个字的含义以后 不是很多人知道 这四个字代表什么的 知道吧 都是以为 阿弥陀佛是个名字 他跟你那个名字不一样 我们的名字代表 在这个世界 你妈给起的 阿弥陀佛的名字 代表一个世界 代表你的福报 代表你未来能正到 这极乐世界 代表很多含义 所以你高兴吧 拿到那四个字 你已经得了 无价之短 这就是 肯定有人救度你 你放心好了 没力气也不怕 红尘也不怕 阿弥陀佛就知道 你气力不足 红尘 所以说才接你嘛 我就知道 你就这样的 是吧 那要我们代夜往生 你有夜 你肯定是 你照四照所 才业力未尽 你肯定是 昏昏淺淺 这儿没四大风里呢 肯定就这种状态嘛 但是你一念欢喜 就是 你就坐在那等吧 阿弥陀佛肯定会来的 不用你奔跑 往哪跑去找 是吧 就这么念 这所有的都不是问题 你也不要说 哎呀我 我生不起欢喜 所以我一念阿弥陀佛 就想哭 先哭没关系 哎呀我委屈嘛 我心里委屈嘛 好像念个佛号 心里委屈嘛 这世界受苦了 阿弥陀佛 你救救我吧 是吧 你不是去 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旅游 你是想 你是想 到阿弥陀佛 帮你解决痛苦 但那个不是这样的 是吧 在这个世界就是苦海 是吧 因为你的理造 世造 人家 释迦牟尼佛说 我在这个世界 也是极乐世界 只是你在这个世界 就变成了五座恶事 因为你的六根不尽 你真看也看 善恶 是吧 闻听声音 每个眼睛不尽 二根不尽 鼻根不尽 六根不尽 是吧 领章四照 所采 六根不尽嘛 所以你看这个世界 叫五座恶事 所以你体验不到 圆绝境界嘛 你的本来的 圆绝的境界 圆满的 是吧 无声念的境界 永恒的快乐 你 藏乐我尽嘛 所以你要移民到 极乐世界 你也可以啊 移民到极乐世界 因为重生一次嘛 你就转化成 另一个生命了 虽然你有业脸 但是你是莲花化身嘛 莲花化身出来 你弹着吃蔓延没有 还有五声通 你修行很容易嘛 而且极乐世界 没有三恶道 你不怕掉三恶道去 而且你没有 弹着吃蔓延的时候 你就不会受苦 你自己不折磨自己 挺好的 你就换个身体去修吧 下辈子换个身体去修吧 就是说去极乐世界 换个身体 只是换了个身体 就可以了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